哈喽朋友们我是小林 现在在乡乡 现在在一个合适的顺风车回去 刚刚在车里面休息了半个小时 这里还有一辆横旗 也是长沙过来的 刚才也是搞一个大单 这个成年站价格还挺便宜的 哇 这里还有一辆 t3出行的 还有一辆吉利 这车太脏了 一个四辆长沙过来的 看来长沙那边回乡线的单是真的多 这里就有一四辆了 马上还再来一辆 有个粉丝 他刚刚也接了一单 从越路区接单过来的90公里 现在过来的话 找我会合 待会看我们两个怎么回去啊 看有没有顺风车回去 我刚开了一遍 没有一个合适的 最近的顺风车是湘潭去长沙的 待会搞不好 我还从这里放坑去湘潭 再等湘潭接一单顺风车回去 接下来这里等他吧 店已经充满了 续航405公里 把这个里程清理一下 这位充电还是便宜哦 40亿度店才花了38块钱 比长沙便宜多了 好像过来了 哈喽 嗯 搞完了 有当没有 没当 哈喽完了 我要去打 建议您点击查看热点推荐 哇 你这这的比我这的还好嘞 是在512 上了一下 准备去湘潭的虎市站 看那里没有 坎坷的 然后搞两个顺风车回去 因为我看了一下哈喽哈喽上面没有单 没单回去 没单回长沙 最快冷街道呆的地方应该是湘潭那边有 这也是个头顺的事情 来的时候好好的 回不去了 哈哈哈 现在放坑到了山山站 一个人都没有 哈哈 看来是没有身份证回去了 这个火车站我去冷冷清清的 就一个乘客 又在这里搞了十几二十分钟 没有单回去 现在已经少量好了 我们两个直接放坑回上山 一个小时到沐浴 早高速回去 22块钱的高速过路费 正在游戏号在这里赶紧回上山再搞两单 今天铺个八楼 放坑回去 一个小时 76公里 一下就到了晚上九点半了 今天晚上的单的质量相对白天来说 要差很多 16 13就这一单稍微大一点 其他的话基本上就单的真的不行 现在在线的话是马上11个小时了 21单792 我现在在开服去摆这个地方特别偏 泼个八百就回去了 晚上10点18 今天的最后一单收车了 今天的话就是在线11个半小时 22单823加上一个100的返程费 923 这单去香香的我是花了有107分钟 12点54节的单 大概是 三点钟左右才到 然后下一单的话是6点26 也就是说从三点大概到六点半左右 三个半小时 这个时间就是浪费的 然后充电花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在肖像那边找了个顺风车 找了有将近三四十分钟嘛 然后放空回来一个小时 然后时间就这样浪费的 其实下接了这种跨城单要是有一个顺风车回来那绝对是最完美的 然后今天确实也没接到因为如果说是周五或者周日那应该是有单的 然后 周一 其他时间的话就单确实比较少 再加上最近这个天气原因啊下雪什么的 出行 就更少了 我今天大概是早上6点半左右出来的 然后充电充了一个小时 充到7点半 然后到现在晚上已经 10点半了 其实在外面时间也是 十五六个小时啊 时间不短 只是说这个在线看起来短一点 因为 中间浪费了三个小时嘛 辛苦确实是蛮辛苦 但是我今天跑到前呢 我觉得我的付出和我的收入 是成正比的 所以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然后现在已经到家了啊 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又得 戒指干了 好了也喜欢小铃视频的记得给小铃点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